Hi 大家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 GarageBand 它是一款由蘋果開發的音樂製作軟體 所有 iPhone、 iPad 和 Mac 的用戶 都可以從 App 商店中免費下載 GarageBand 來錄製和編輯音樂 對於音樂的初學者來說 是個很理想的入門選擇 當我們啟動了 GarageBand 之後 首先來到的是樂器選擇的頁面 你可以利用手指滑動來瀏覽不同的樂器 譬如這裡我選擇鼓 然後就會看到一套國樂的鼓組 此時如果我們用手指進行敲擊 就可以聽到不同樂器所產生的聲音 那 GarageBand 有提供了好幾種不同風格的鼓組 像是電子樂的節奏鼓蹟 或是傳統的搖滾爵士鼓等 我們同樣都可以用手指敲擊鼓面來產生不同的音效 好 當我們準備要錄製一首歌曲時 我們必須先決定音樂的速度 此時你可以點擊播放按鈕 藉由節拍器的聲音來調出適合的拍數 數值越大則音樂的速度會越快 那這邊我將拍數設為約115 然後就可以準備來錄製鼓聲作為音樂的節奏 那在錄製時 我們不需要具備精湛的演奏技巧 因為 GarageBand 可以讓我們將音樂拆解成個別的元素 等每個部分都錄製完畢後 再把它們整合起來 就可以變成一首完整的音樂作品 那這邊我們先來錄製大鼓跟小鼓的部分 我們只錄兩個小節 而開始和停止錄製都可以由上面的按鈕來進行控制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OK 這樣子我們就錄好了第一段 如果你覺得錄得不夠滿意 你可以用手指點擊音軌來刪除這個片段 或者你也可以用還原按鈕返回到上一個步驟 然後重錄一次 那接下來我們要錄製腳踏拔的部分 這個樂器可以產生三種不同的音效 而這邊我們要用到和尚 以及打開兩種聲音的效果 錄製的長度同樣是兩個小節 前面都是和尚的音效 只有最後一聲是打開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OK 那這個錄好的片段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範本或模板 只要從選單中啟用循環月段的功能 Garage Band就會將這個月段向後延伸 如此我們就不用辛苦的去錄製整首歌的節奏囉 好 如果你覺得使用這個方式來錄製節奏 仍有些麻煩 Garage Band很貼心的還提供了一個虛擬鼓手的功能 它可以用擬真的方式替我們的音樂配上節奏 你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選擇不同的鼓手 而每個鼓手都有自己的鼓主和演奏風格 同時我們還可以指定鼓手所使用的樂器 那在左側有個坐標板 可用來設定鼓聲的音量和複雜程度 譬如這個是簡單的版本 然後我們再來聽聽看較複雜的版本 好 所以這首歌我們已經有了節奏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來新增其他的樂器 那這次我們來試試看吉他 吉他在Garage Band中有分成原聲和電吉他兩種類型 即使你完全沒有彈奏吉他的經驗也沒有關係 因為Garage Band已經幫我們整理好所有常用的和弦 要彈奏時 你可以用手指由上而下波動琴弦 或是由下而上 當然你也可以快速的上下掃弦 來產生一種活潑的節奏感 除此之外 上面的和弦名稱本身也是可以點擊的 按下後就會立即產生樂的和弦音 那最後這裡還有個有趣的小技巧 就是如果我們用手指壓住吉他的左側 再去波動琴弦時 就會發出一種悶音的效果 可以讓你的吉他演奏產生更多的音色變化喔 好 那在錄製吉他伴奏之前 我們還要決定兩件事 第一是要錄製多長的時間 預設Garage Band幫我們設定了八個小節的長度 如果要修改的話 我們可以在底部利用箭頭按鈕 增加小節的數量 或者你也可以到上方啟用自動功能 如此當樂器演奏超出八小節時 總小節數就會自動增加 那第二是和弦的行徑 這個部分除了借鑒其他的作品之外 你也可以依據音樂理論 或是自己的靈感來決定和弦進展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問題 直接詢問現在當紅的Charge GPT 請AI人工智能給我們一些點子 比如這裡我採用Target的第一個建議 也就是C A minor D minor G 而由於目前我們已經有了爵士鼓的音軌 所以節拍器這裡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錄製吉他的部分 好 如果你錄製完後 覺得吉他的音量似乎太大聲了 那麼你可以到圖示上方向右滑動 然後把滑感調整到適合的音量就OK囉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錄製第三個樂器 叫做Bass Bass在樂團中負責的是低音的彈奏 作為整首樂曲的和聲基礎 那Bass一共有四根弦 如果要以最簡單的方式來替歌曲伴奏 我們可以直接彈和弦的跟音 比如C和弦彈的就是最下面的這根弦 而Amana的跟音是在這個位置 以此類推 那確認了四個和弦的跟音位置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錄製Bass的部分囉 OK 這首歌做到這邊已經有了基本的雛形 那最後我們再來替大家加上人聲 Garage Band 本身就具備了錄音的功能 除了使用我們原本的聲音之外 它還內建了一些有趣的變聲特效 像是怪物的聲音聽起來是這個樣子 你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另外這個是機器人的聲音 我是ChastGBT 當然使用iPad本身的錄音功能 音質會有一定的局限 因此有需要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填過一些外接設備 像是USB麥克風或錄音介面等 那這邊我打算匯入一個錄好的人聲檔 來測試一下整體演奏的效果 我切換到檔案標籤 在底部點擊瀏覽來選取要匯入的音訊檔 然後把這個檔案拖移到目前的介面 變成新的音軌 那我們先來聽一下這個音訊檔的內容 我按下耳機圖示 把其他音軌先設為靜音 然後開始播放 I spent so long just wondering for years I was adrift 好那Grudge Band針對匯入的音訊檔 有提供了一些調教工具 例如壓縮可以讓音量變得更為平均 不會忽大忽小聲 然後底下兩個滑桿可以修飾高音和低音 讓人聲變得更加清晰透徹 至於殘響 它是用來模擬聲音在室內的反射 可以讓人聲產生一種空間感 I spent so long just wondering 那最後回音這個滑桿 可以在聲音中添加重複和延遲的要素 它的效果聽起來是這個樣子的 I'm just wondering OK 那剛才我們在匯入人聲的時候 其實在同一個面板內 還有許多實用的音訊素材 叫做Apple樂段 裡面有大量預錄好的音樂 長度從1到8小節不等 你可以依據音樂類型或樂器 進行快速篩選來尋找適合的素材 點擊藍色圖示 則可以視聽這個樂段 如果覺得OK 我們就可以把它拖曳到編輯介面 變成新的音軌 那這裡我打算把它當成歌曲的前奏 長度為兩個小節 然後我用手指按住畫面播放 拉出一個方框 將其他音軌向後移動 騰出這兩個小節的空間 那先前我們有加入一個虛擬的鼓手 這裡我們可以請他在前奏結束時 來個簡短的過門 不過這個過門不能影響到後面正常的節奏 所以我使用分割功能 將前面的片段獨立出來 接著將它選取後 打開虛擬鼓手的介面 來把過門滑桿的比例提高 於是我們就可以來聽一下整體播放的效果囉 好 那音樂做好後 如果要把它揮出成一般的音訊檔 你可以對著專案按住不放 選擇分享 歌曲 再點擊右上角的分享 就可以把它儲存到iCloud等於端硬碟 方便我們傳送給其他人囉 OK 那做到這邊 大家對於吉他、Bass和鼓組的使用 應該有了一些基本認識 但既然談到了樂器 就不能不提到有樂器之王美玉的鋼琴 那在這個介面底下是鋼琴的琴鍵 上方則可切換鍵盤的類型 例如電鋼琴等 而此時再去彈奏 音色就會產生了變化 那鋼琴跟吉他一樣 都有所謂的和弦模式 例如C和弦 G和弦 或是F和弦等 不過這些和聲都是固定的 聽起來有些單調 所以這裡我們不妨替這些和弦 加點有趣的變化 那首先我們要知道和弦的基本原理 它的英文字母是來自於鍵盤的音高 以C為例 當成單音時它代表的是Do這個音 但如果把C當成和弦 它代表的就是從Do開始 再加上第三和第五個音 這就是和弦最基本的形態 所以我們舉一反三的話 F和弦就是指從F開始 同樣疊上第三和第五個音 而G和弦指的就是首席Red這三個音喔 好 不過你會發現有些和弦 除了原來的英文字母之外 旁邊還標註了一個小M 這是因為如果我們去觀察 剛才談到的C和弦 如果把黑鍵也算進去 中間其實一共夾帶了三個音 而D minor和弦中間只夾帶了兩個 所以我們要另外標註一個 minor 代表它是一個小和弦 而小和弦一般聽起來 會帶有一些浪漫或憂傷的感覺 好 所以歸結起來 和弦第三個音的位置 會決定一個和弦是大和弦或小和弦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D minor的第三個音 向右移一個的話 它就會變成D和弦喔 好 只是我們要如何利用和弦的三個音 玩出一些有趣的變化呢 這裡有個很常用的技巧 就是把和弦中間的第三個音移到上方 也就是所謂的高八度 如此和聲聽起來會變得更加清晰明亮 以G和弦為例的話 把第三個音C移到上方 聽起來就變得像這個樣子囉 好 有了一些基本的和弦概念之後 我們同樣請Chair GPT 協助設計一下和弦的行徑 譬如這次我請大家設計一個 帶有史詩風格的配樂 那我把它建議的前四個小節 當成前奏和尾奏 作為樂曲首尾的呼應 而主歌部分彈完後 我將它再重複一次來加深聽眾的印象 並且提升樂曲的情感 那這邊琴鍵的音域 我把它調高八度 然後我們可以準備來錄製前奏的四個小節 和弦是A minor G C和D 那按壓和弦時 我們就依照剛才的原則 把和聲稍微拉開 讓聲音不要擠在一起 所以G和弦彈起來是這個樣子 然後是C和弦 最後是D和弦 至於音樂的速度 這裡我打開右上角的選單 把拍數降低至90 然後再打開小節數的對話框 把前奏的小節數設為4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錄製囉 OK 當我們在錄製音樂的過程中 幾乎都會遇到一種情形 就是彈奏的音符並沒有對準拍子 對此 GarageBand 有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就是在點擊音軌後 選擇設定來啟用量化功能 它可以自動調整音符的位置 使其能對齊節拍 而由於我們一個小節只彈奏了一個和弦 所以量化的單位 我們選擇最大的4分音符就OK了 那設好後 當我們再回到音符的編輯介面時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音符 已精確地對齊在小節線喔 好 那在這個介面 其實我們可以對音符做很細微的編輯 譬如每個音符的長度 或是改變音高 因此即使有彈奏的音符 我們也都可以事後修正 另外我們還可以調整按鍵的力度 使行間的聲音變得更為紅亮或柔和 好 那把這4個小節修飾到自己滿意的程度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拷貝起來 到右上角點擊加號來增加小節的數量 然後把這4個小節執行貼上 如此我們就完成了主歌前4小節和弦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繼續來錄製後面的4個小節 依照ChatGPT 的建議 和弦分別是F C D 和E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OK 接著我們來繼續新增第二個音軌 這個音軌同樣是用來錄製鋼琴的伴奏 不過這邊我們要做點小變化 首先音域的部分我將它調低8度 然後原來的和弦我們不要一次壓下去 而是由左右一個音一個音彈出來 這個技巧在鋼琴中叫做爬音 所以第二個G和弦我們可以彈成這個樣子 然後是C和弦 以及D和弦等 那彈奏的音你不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樣 只要彈奏的都是該小節的和弦音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錄製囉 OK 爬音錄完後 剩下的操作就非常簡單了 我首先到右上角點擊加號 把錄好的8個小節複製一份 來當成副歌的伴奏 而尾奏的部分則可從A段 也就是從前奏複製過去 所以整首歌的節奏目前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加上弦頁的部分 這個弦頁我們可以直接用鍵盤來演奏 於是我點擊中間的樂器圖示 切換到合成稱底類別來啟用好萊塢弦樂器 它的音色聽起來是這個樣子 那弦樂的音量我稍微做個調整 把它設為約50% 然後彈奏的內容跟第一個音軌相同 同樣是和弦的按壓 那稍微練習過覺得沒有問題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錄製了 OK 錄好後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同樣可進入音軌的編輯界面 來微調音符的位置 長度和按鍵力度等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一段執行拷貝 來將同樣的弦頁伴奏 複製到副歌的段落 此外在弦樂剛進入到這首歌時 我們不妨可以做個音量漸強的效果 這個功能可以在自動回音中進行設定 那麼首先到左上角啟用編輯功能 如此我們就可以在音量線建立編輯節點 來調整音量的變化 好 我們來聽聽看調整好的效果 好 做到這邊伴奏的部分就算是完成了 那最後我們要進入到主旋律的創作 使用的樂器同樣是好萊塢弦樂器 由於目前這首歌使用的和弦幾乎都是由白鍵組成 所以我們彈奏主旋律的時候也是以白鍵為主 彈奏的內容則可取決於自己的靈感與創意 好 那我們就自由發揮一下 準備來錄製主旋律的音軌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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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音轨在进入到副歌的时候 我们不妨可以把主旋律设为高八度 让音乐情绪能够变得更为强烈高亢 所以这里我再新增一个弦乐音轨 来把主旋律的乐段复制过去 只保留后半段副歌的部分 接着我再用手指单截音轨 选择设定来将八度音阶的选项加1 好我们来比较一下 加的高八度后整体的聆听效果 OK如果你想要把副歌的情绪再往上推一点的话 我们还可以替大家加上一点节奏感 不过这个节奏并不是来自于鼓主 而是借由传统的弦乐器 那Gradge Band 的弦乐器其实设计的非常有趣 如果我们在琴键上用手指滑动 可以产生圆滑的延音 如果用手指点击琴键 这个产生高低不同的波咒效果 此外在界面右侧有个自动弹奏的功能 启用后Gradge Band会依据您点击的和弦自动进行演奏 总共有四种不同的模式 而左侧还可以选择演奏的风格 譬如选择现代的话 弹奏的效果是像这个样子 好不过在使用自动弹奏来录之前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这首曲子使用的是D和弦 而不是D minor 因此我们得到右上角的设定选单 执行编辑和弦的指令 来把D minor改成D major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录制弦音乐的合奏咯 好那我在网路上还找了一个大鼓跟铜把的音效 它听起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照着先前汇入人声档的方式 把这个音效从iCloud汇入到Gradge Band 再把它拖替到音轨的界面 放置在副歌开始的地方 如此音乐在进入副歌时 就会显得更有气势哦 OK 最后我们来替这首曲子做个简单的收尾 目前在尾奏的地方只有钢琴的和弦 那我打算把钢琴爬音的乐段复制过来 长度只需要四个小节就好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做个切割 把乐段一分为二 再把前四小节的爬音执行拷贝指令 回到后面执行贴上 如此这边的和声就会变得比较丰富 那终止时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和声 来结束整首配乐 于是我把最后一个乐段 小结束加上一 再进入到乐段编辑的模式 把A-Mine的和弦的三个音框选起来 执行拷贝 然后把这三个音贴到最后一个小节 那这些音符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修改 譬如把原来的Do改成C 让A-Mine的和声变得更为特别 此外如果你在左上角启用了编辑功能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界面中直接输入音符 而不用仰赖钢琴的键盘 那我把原来同时出现的和声时间稍微错开 如此就可以产生一种类似排音的效果咯 OK 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今天练习的成果吧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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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那今天Gradge Band的教学 我们就聊到这边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